大家好,我是小月,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义庄 前面这个是油轨电车T1线 今天是第一次去做在义庄的油轨电车T1线 它这个是直接刷公交卡或者刷码 就直接可以进来了,跟坐公交车差不多 前面这个就是停着一辆油轨电车 这个是2020年的12月31日开通的 电车外观的颜色是蓝白相间 然后这是专门在义庄铺设了一条轨道 前面有一台正缓缓驶路站台的电车 这里是定海园站,也是终点站 已经进入的电车里边了 非常的宽敞 它这个座椅是蓝色的 然后有黄色的座椅 里边空气开得非常的足 而且这个电车里边有非常大的这个窗户 非常适合观景 我觉得在北京就是旅游线路上面开通这个油轨电车的话 是非常适合观景的 已经开始发车了 直接就是旁边就是金海路 速度不是很快啊 估计也就20千米每小时 但是这样的这个油轨电车是非常适合观景的 而且有红灯的话 它这里也需要停车 一桩开通的这个油轨电车 从定海园站是到 应该是到老观里站 但是呢 它现在只开通了14站 叫驱庄站 全长是12点25千米 一共是15站 现在已开通了14站 全都是这种地面的 它这个速度比汽车的速度还要慢好多 但是就是非常适合观景 大窗玻璃 非常明镜 我是从那个定海园站坐到 荣昌东街站 荣昌东街站 一共是5站 看这个票价一会是多少钱 整体来说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 比坐地铁舒适一些 然后呢 方便了周边的居民 但是速度整体不是特别快 在北京还有一条运行的这种 油轨电车是西郊县 八沟村到这个江山的 那条线路的观景会更好的 景色会更多一些 前面就是荣昌东街站 一桩比较繁华的地方 它这速度真的是好慢 好慢啊 也就20万 我坐的那辆车 已经缓缓地驶出了站台 看了一下票价 我坐了五站 花了三块钱 它说最低票价是三块钱 然后最高票价是四块钱 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在春天道路两边都开着鲜花的话 这也应该是一条这个观赏线路 也可以观赏到 艺庄这边的景色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月视频记得点点赞点关注 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 优优独播放